很多的消费者呢把繁琐理解成了先进 把复杂呢理解成了强大 通过他们进入各种各样的功效来达到某种目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亮哥养鱼频道 我是高亮 那么最近呢 接连处理了两粒由鱼缸过离系统不完善而引起的鱼缸问题 那么一粒呢是一个饲养龙凤锦里的鱼缸 而另一粒呢是一个饲养鹦鹉鱼的鱼缸 虽然呢这两个鱼缸出现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但是我发现他们的过离系统呢都存在相同的设计缺陷 这个呢也是现在很多成品鱼缸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是化蛇天竹 那么至于这些厂家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我觉得呢这也是鱼缸生产厂家被迫迎合市场的一种行为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呢在鱼缸这个过离系统上面呢 把繁琐理解成了先进 把复杂呢理解成了强大 因此呢这些生产鱼缸的厂家呢 不得已呢在原本就是已经非常完善的过离系统上呢 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塑料盒了 或有一些过离槽了 这些其实根本没有用的这些设计 我认为呢我们在养鱼呢方面应该追求简单便利 因为呢只有简单才能实用 只有便利呢才能长久 通常呢我遇到这种就是设计比较复杂比较繁琐 聪明鱼缸呢我都会对它们进行改造 那么我改造的方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将它们那个设计呢恢复到它原本来就是非常实用 非常简单的那个面貌 把它这个多余的这些没有用的这些部件给它拆除掉 那么呢本期节目呢我正好把这两个鱼缸呢用两种方式 不同的方式呢给它们分别的进行了一个改进 那这两种改进的方法呢没有好坏之分 我只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呢 希望能给鱼友朋友呢提供多一些的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随这个摄像机呢 一去看看我是如何对这两个鱼缸进行改造的 它这个鱼缸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的 它上滤这一块这个棉花呢泡到一个水里了 以前在我的课程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个棉花千万不能泡在水里边 它一定要躺出水面高于水面 这样能达到一个干脂分离这样一个过滤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呢必须要把这个棉花呢底下加高 让它高于水面 这是一个关键 先把这个管给它拿住 看这个棉花都泡在水里边 助理效果是非常不好 糖瓣放的位置有点太低了 应该给它糖高一点 那一会儿让我给它想办法加点棉花的糖高一点 放几个细菇乳 我看看给它加高的这个效果 是否香肠就送过来 还有汤 produces油 这样改造完了 现在就达到了一个干性和努力的效果 然后呢 除了我用的细菌乳 你也可以用别的材料 什么材料都可以 主要的关键是要把糖瓣高于水面 这样的方法起来就是很好的物理过滤效果 否则棉花放在泡在水里的话 起不到很好的物理过滤效果 水的浴缸水会不清澈的感觉 对于原来的浴缸 下水这个管可以不用了 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法 是一个样子货 如果你的浴缸 有一些浴缸设计的会更要不合理 当你把底下这一块如果说加高加上来之后 它上面这个下水管太往下了的话 可能说中间没有空间 你可能棉花比如说到了这个位置来 要管到这个位置来 不是说像我现在的棉花在管的下边的水平砸上来 有的时候呢会另外一种效果是这个 诶 躺到这个位置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个它这个下嘴里边给它砸实 然后冲击一下 把这个下嘴的位置提上来一些 这样呢也是一个办法 好嘞 姐 过来走浴缸了 今天呢来了这个另外一个客户是 然后它这个浴缸呢跟我前两天遇到的那个浴缸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也是这个管下来之后呢 也是多安了上面一个上部过滤 然后现在这个物理过滤呢都泡在这个水里边 物理过滤呢基本上就等于没有 然后也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改造吧 啊 行 这个扣是吗 这个扣是吗 你赶紧给我死掉 嗯 这鱼也不湿水 我是湿水不湿水 嗯 这鱼也不湿水 嗯 这鱼也不湿水 我看它不湿水 我看它不湿水 好 来 顺出来 好 来 顺出来 好 来 顺出来 啊 行 放这边去 啊 费了9025之力 终于把厂家精心设计的这个三个绿给拆除了 它后面拿胶给粘上了 然后它这个锅粒里边还有一个比较鸡肋的地方 也是现在很多浴缸都比较流行 这个叫什么超绿带什么 有个这么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没有用 这个东西也没有用 也是拆除了 因为它你看呢 它本身它占了一个格的这个绿材空间 这个里边其实应该都放上这种绿材 比如桃子环了 细菌5了 它这个现在它放在一个袋 这个袋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过滤效果 它只是一个样子货 这就是所谓的样子货 一点用没有 把它去除掉 它现在是一个第二个 它再继续 它要是一个主要 它就是一个主要 现在把底绿浴缸改造完了 就把要来到出厂的一些比较繁琐 然后比较多余的一些设施给它去除掉了 然后回归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过滤方式 要来下水它是经过要来放绿那个潮的 往拐了一下 现在你自己简单单的下水就下来 过滤棉 过滤棉高于水面 水面在这儿 底下是生物过滤 然后要来这个格放的是绿袋 绿袋也是带用了很大空间 因为绿袋其实物理过滤效果非常差的 然后这不如我现在就放天桶上这种生物棕绿材 然后里边这边也添加生物棕绿材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一个下滤的一个构造 它这回过滤效果应该是照原来的 应该是提升肯定的 既简单 然后它的效率又非常的高 因为这个底下正常那个白棉 下面应该是铺和生化棉 今天来的太着急了就是生化棉没带 然后所以说这个棉要铺就不是很齐 生化棉它起到一个枣瓶的作用 但现在这样也可以 然后下次来就把生化棉铺在里边 它能更平一些 然后这个白棉它就是说 它的分布过滤的效果会更匀称一些 现在它是容易呢就是说这一地儿凹的地方呢 它容易水流往这边 都往这边流了 然后这边高的地方就是过滤不匀 容易造成一个过滤不匀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生物棉材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种 这个不是说我追求它有什么功效 而是说这个是以前我做评测的那些棉材 然后我就拿过来了 如果说是我没有那些棉材的话 我就单纯的会放这一种耗核环 或者是放一种细菌铺就可以了 这个多样性不是说 通过它们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功效 来达到某种目的 它们什么功效没有 这个也是跟这些鱼儿 我们能解释一下 这鱼缸里现在有一条鱼得了头疼病 一会儿我捞来给它治疗 第一波呢我们先把它这个摆设东西扣出来 现在是一条鱼儿 是哈哈哈 可以 根本不不能够伤害 所以是爬木工厅 我 också 4 是爬木工厅 pouvoirербLin 你不要傻子 吓不养你 你要再挖着 我不要你 你给我离家吃了 我要退回去 你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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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脸上不一样 你像你多多了是不是 你说你帮你给你吓一套 你像我肚子跟你走 你像放在里面是不是 你可能是不要 你可怕是吗 你像我肚子 你还有一点 我对你来说 那你不想知道 我似乎你不想知道 这就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你又不想知道 那你不想知道 刚上来我把那条鱼捞出来了 然后把他白色发浓的地方 拿夹签给他扣出来 用一些维生纸给他扣出来 头痛病比较严重的话 你能看到他脑袋起的那些白颜色 浓包的那种物质的话 你就把鱼捞出来 然后把那些东西清除掉 刚才我撒的那个白色的药 就是这个甲胶做片 我把这个药给它碾碎了 把它碾成沫 把它撒在底了 然后在外面挺个一分钟 或者是半分钟 你再把它放到鱼缸里就可以了 然后在鱼缸里 你也下这个药 就是甲胶做片 100张水 它的剂量是4片 然后是每隔三天下一次药 然后这个头痛病 它在大概10天到半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周期它就逐渐会康复 然后它是由一种叫体内 叫六边猫虫病引起的 这些鱼呢 它倒上没起那种白色发动的物质呢 你就直接往鱼缸里头 下这个甲胶做片就可以了 甲胶做片呢 就是在我们日常当中 养鱼当中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就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白片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甲胶做 就是这个 有一些鱼的它的价值不是说特别贵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考虑用下甲胶做来替代这个大白片 它俩的主要成分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